有時候是拉得太強來 就可能會影響他的收入心 仔細聽著老師講解 平均年齡70歲的長輩們 要動手織毛帽和手套 靠著棒針 一針一線編織成型 考驗耐心和專注力 雖然針線活對他們來說並不陌生 但知道這些全都是要拿來 捐給獨居長者 內心格外喜悅 這車的小孩 如果大人的車都沒有車 都用兩隻煎 不像照顧老人 很好啊 很感謝就是新光人壽慈善基金會 跟果陀他們課程的那個 活化歷史的爺爺奶奶 今天來幫忙我們華山基金會 做這樣子的一個 愛心編織的一個手作 高齡社會長輩間互相扶持 成為社會穩定力量 華山基金會長期照顧 失能 失之和失一長者 服務近三萬人 睡末寒冬之際 發起全臺防寒物資募集 邀請民間慈善團體響應 讓獨居長者感受社會溫暖 不管是他們道宅 送餐 甚至活動協助 還有最重要的三級的手作 其實會媽媽幫忙我們很多 發揮愛心沒有年齡限制 只要願意投入都是正向幫助 25位花甲志工 織毛帽 手寫卡片 為寒冬注入暖流 同時號召民眾支持愛心年菜 讓弱勢長輩溫暖過好年 記者邱世民特別報導